我覺得完全不同 老師 給方棋以為 都是比較硬挺帥氣的 但是你在給塗菜泥 找的料子就比較女人 比較柔軟一點點是不是 然後它整個cutting也是 對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件的衣服就是 我大概知道塗菜泥的需求 當然剛好這一件 如果是成為直接就拉到下面 就會更低的 但是我們依照 我們不同的年齡層的需求 這是上衣可以調的 你可以高一點的 或者是低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露肩 對 它可以拉的 不過我們今天我們還有行 你不用你不用 我們行向我們這邊做 這樣就好了 所以它做了一件襯衫式的這上衣 然後褲子是寬版褲 它的玄機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這件衣服真的很好 它是用禮服布的 對 其實這是一個禮服布的 布料的材質 很有罪性的 但它的差點 是跟一般的從側插不一樣 它從前面有點差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裁切線 你看從這裡 整個再到臀圍這裡 這個部分幫你做一個 塗上你的臀形好漂亮 很漂亮對不對 對 你看 像這種 臀形很高 對 然後整個臀 屁股會這樣 好翹喔 對啊 你每天坐在那邊 做化學實驗屁股 還那麼翹 你真的有練過 有練過 對 然後在這個插的裡面 配上一個也是交叉型的鞋子 展現得就更有女人味了 像這種兩件式的穿著 除了你平常穿白的話 你自己還可以配一個黑色的 銅色系的 就會變成一個連身的 一個禮服式的這樣 或者是真的就是一個白襯衫 寬寬的白襯衫 或者是我們像這種藍襯衫也可以 成縣更帥氣 你可以配一雙白色的鞋子 像這樣的部分 那本來我是想要讓她穿這一套的 後來為什麼 因為 曾花老師太保護我了 對 因為她今天的 她今天如果穿這一套的話 今天美珍就不來了 因為她穿了這一套的話 她今天的內衣就會 通你冷氣太冷了 對 就會很明顯 因為內衣 今天內衣不對 因為這個布料很薄 那內衣脫掉就好啦 她小了一號 通掉那個美珍更不會來 對 因為會很挺 整個人會很像她穿軍裝一樣 很挺拔 所以這件是連身的 褲裝 這件也很美 褲裝 但是它比較美的地方 是在側面這裡多了一個荷葉邊 就單邊的部分 做了荷葉邊 然後前面是這樣子 在這部分前面多了一個覆蓋片 後面是有兩個的 打開的 打開的覆蓋片 然後有個V 所以你可以弱眼弱線 這個也是成為很適合的 也就是說他們這兩個 對 我會再穿正面 對 你看 比衣服 對 她會反外穿 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兩個很帥氣 沒有個性在穿著 女神 這就是女神 參加 你可以參加頒獎典禮 很多活動的時候 再來這一件也是 特別為她準備的這一件 不是 剛剛那件套出那件 她一直說她想穿那一件 然後我就說 妳真的不行會露點 她說為什麼 就露啊 她真的在後面跟我講 就沒關係 姐妹在怕的 然後已經換好這一件 然後她也想說 那那件我說真的不行 我們想過要塞衛生紙 讓它不讓墊 她說那也沒關係 反正無所謂吧 有痕跡還好吧 好大氣 對啊 放得開 還是調化學調到這個 這很意思 聞太多 對 而且吃太多酸的 這一件 這一件它是一個單肩的設置 然後它有做兩個袖子的部分 然後一樣是下面有做一個長裙 這個也是我認為 它可以穿的部分 然後再來在花系列裡面 一定會穿的 花系列 這個花系列一定會穿的 有時候在演的時候會穿的 通常在花系列裡面穿的就是 在夢啊 做夢啊 奔跑啊 對 或者是已經變成歷鬼的時候 就是比較 在那個時代都有穿這種 育女都很夢幻 對 提身 對 提身 提什麼 對 提身 對 提身的時候穿 剛剛節目中有出來的部分 這合一編實在不是我的 不是 不是 對 這不是 可是我們都一直以為你是這種 對 就是對 我都是牛仔褲T恤 然後我喜歡那種襯衫硬挺 剛才稍微穿那幾件 我說這幾件給我有多好 另外這一件也是 好美喔 對 早知道妳剛才那個露點都不怕 我這一套就給妳穿 這感覺就是美麗的衣服 像這種也是仙氣飄飄 全部蠶絲的部分 這個也是很適合 但是因為它個性中 比較有爽朗的部分 對... 在偶爾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選擇像這樣的衣服 去做一個穿搭 比比看 感覺就是庭院生生 對 真的 就是還沒有變翠傘 是翠傘嗎 像這樣的衣服 這就是我今天所謂幫... 像野萌娜莉莎 兩位女神所打扮的一些服裝 謝謝 女神就是大器 不管是露肩露腿 還是輕薄材質都沒在怕的 不管什麼服裝都駕馭得了 充滿仙氣 身體的毛病 傷害不保護 我感覺到某些東西 既然是大器人 就是大器人 的 就是 突然